立正 敬禮 坐下 各位宣好 大家好 我是林詠誠 我是TCG的第二屆的學員 現在是TCG的司法大臣 今天由我來跟各位做一下 我們台灣各族原住民的歷史 還有他的展望 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 台灣各原民族 今天請問一下 今天過來與會的原民族 有哪些請舉手一下 具有原民族身分的 大約了解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台灣的原民族 在清朝 那個中國清朝還有日本時代 還有更早之前 常常都都因為說 那個政治因素 他要藉由分化 分化我們把各個族群 製造一些挑撥 製造一些矛盾 然後把我們分的 大部分就用那個區域 甚至用族群 甚至用部落下去 下去幫我們做分化 那過去錯誤的用法 他們把我們翻成高山族 還有平谷族 這是政治的分化的作用 那我們在現在的台灣民政府這邊的定義 我們目前就是暫時先用 那個原住民來代表高山族 我們現在已經不用高山族 我們以後講我們自己是原住民的話 就是之前的那個原住 那個就是高 那個住在比較高山的部分 那平谷族 我們就是把它定義為原住民 那這個才是我們真正台灣世代 傳承的那個正統的血脈 我們按照羽系來分類的話 目前在我們台灣的 台灣澎湖群島這個地區 我們有分成四個羽系 正常如果說我們要幫我們整個人做 整個羽系下去分的話 我們可以分成八單羽系 就是達悟族 再來就是泰雅羽系 泰雅羽系的話就是泰雅族跟大魯閣族 還有賽德克族 這是泰雅羽系 泰雅羽系的話其實他還有其他 很多的部落還有很多的雅族 所以的話 所以這個泰雅族其實 雖然我這邊只有寫三個族群 可是他是代表整個族群 泰雅族本身有分成很大的一個姿脈 再來就是周羽系 周羽系的話就是盧凱族還有 周族 周族還有分 卡拉卡布 還有那個沙 沙魯阿 這三個周族 周族的話他三個部落 這三個族群喔 他們互相的語言也不太一樣 可是都是屬於州語系的 那其他的部分 那個在原住民的部分喔 阿美族 排灣族 布農族 北南族還有賽夏族 邵族 葛麻蘭族 還有賽其拉雅族 這邊全部都是 都是 台灣語系的 那原住民的部分喔 其實平埔族以前講說平埔族喔 我們那個現在講說是原住民的部分喔 其實他目前就是 所有的全部都是講台灣語系的 都是會通的 在我們 稍微認識一下 有來參訓的 各組的學員喔 那請阿美族的 那個 站起來一下 我們大家 大家看看我們長什麼樣子 喔 對對對 喔 這是我們阿美族的 好 謝謝請坐 在排灣的今天有來嗎 排灣的 台灣的還沒到 在布農的有沒有 布農的朋友 喔 布農族的 我們大家歡迎他 在北南族的 北南的應該還沒來報到 他應該是下一地位來報到 在賽夏族有沒有 賽夏族沒有 邵族 邵族在那個 我們那個日月潭那個附近 有沒有邵族的朋友在這邊 有沒有到 馬南族有沒有到呢 在一蘭那邊 那 我知道的 泰雅族的 泰雅族的朋友請 請站起來一下 泰雅族的 這是泰雅族的朋友 在 泰魯閣族的有沒有 沒有 旁邊帶 賽德克族的這一梯其實有沒有 過來報到的 也還沒有 周族的這次有來嗎 周族的 我們站起來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們那個嘉義 小弟也是嘉義人 所以這是我們嘉義的驕傲 我們的那個男生都很壯 跟小弟一樣壯 女生都很漂亮 在我們那個 各個平地的原住民 因為原住民的部分 他因為在那個跟漢人 跟日本時代 都已經做一些那個文化上的融合 所以也很難區分 那我們到時候的區分方式 就是用日據時代的 復習藤本 下去看我們上面有寫熟的 或者是寫譜的 或者是寫平的 或者是助記平譜 兩個字 這個就是我們平譜組的認定 那他那整個區分的話 我們是按照他的那個地緣性 下去做區分 那我們那個 這次來的那個平譜組 我不要再一一的介紹 那我們平譜組的朋友請站起來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們平譜組的朋友 這是我們平譜組 達悟組的 這是我們達悟組的 我們台灣唯一 沒有在中華民國 他這個流亡政權體制底下 被證明的一個 我說的證明就是他的名字 他是屬於海洋原住民 他們當初就只有分高山跟平譜 他忘記海洋 我們台灣是海洋國家 我們達悟組 我們這一次 DCCG這邊目前跟他正式的證明 他是屬於我們的原住民 他如果以前來講 就是中華民國沒有認定的 海洋原住民 這是我們的海洋原住民 這個部分我要稍微跟大家做一下介紹 謝謝大家 再來就是我們在網站上都可以找得到的 南島語系的一些中英文名稱對照表 這個是目前我們台灣民政府 各個州的行政區域的劃分位置圖 我做這個圖案的話 就是主要就是要跟這一屆的那個 各組的那個 那個台灣的真正主人 那我們知道說我們目前的 整個台灣的概況 我們以後的那個整個州的分布方向 就是目前就是 台北州 台中州 台南州 高雄州 還有宜花東州 我們剛剛有做一下討論 我們這個澎湖州的部分 可能到時候就是會 把他併到高雄或者是台南去 這個有可能啦 他沒做決定 那我們原民族的部分 我們自己成立一個州 大家說好不好 好 這個就是目前 那個從日本時代 從那個 那個現有的那個 那個中華民國代管政權的 目前 他分配給我們的那個保留地 這是我們各組的保留地 根據那個各個地緣 他各個縣市幾乎都有保留地存在 他不是沒有劃分給我們 他有劃分給我們 大家注意看下一張圖 這是 這張圖的話 比較深的顏色這個地方 這個比較淺的地方 這個就是水源保護區 就是他劃分給我們 這個是目前他們的那個整個 這個運作商的那個水源保護區的 一些位置圖 然後我們這個 這個比較深色的地方 這是我們目前 我剛剛講的 我們那個保留地的位置圖 這個重點的部分 就是我們不可以去開發它的 他雖然有畫給我們 可是我們不能去開發它的 那下一張 這是水源保護區的範圍 下一張這個是國家公園 這目前的那個國家公園的部分 我們可不可以去開發 我們不可以去開發 這個地方 台北這個陽明山國家公園 這邊全部只要有畫的地方 這邊全部都跟我們重點的地方 這裡也不能開發 下一張圖 這是原住民保留地 跟那個保安林地的那個衝突的範圍 就是等於是那個中央山脈這個地方 有林場的地方 現在目前在談的就是在台南西拉雅那個地方 有一個新畫林場 他從日本時代的時候就已經化成是那個 那個保護區 保護區 可是日本人也沒有把他們趕走 中華民國他們現在要把他趕走 這個是很可惡的一件事情 剛剛看了這麼多圖面 我主要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目前畫的 目前的代管政權給我們的這些保留地 我們說實在的 我們沒有一個地方科去開發 他如果要來抓我們 要來趕我們走 要來侵略我們 通通都有藉口 因為他說我們侵犯的保安林 他說我們那個侵犯的 國家公園 他說我們侵犯的水源保護區 他說他畫給我們土地 全部都是這些零零散散的 這個都不對 這個都不對 下一張圖面 我們看的就是那個阿美族 阿美族 他們說要侵略他們的傳統領域 我們傳統領域我們的獵場 我們的祖靈的地方 全部都是屬於我們 更早之前我們的祖先 就在這個地方開發的 那我們台灣的祖人 被他們這些外來的人 一直趕來趕去 一直跑 我們一直跑 一直跑 包括平地人 包括我們那個原祖民 都一直跑 然後現在這個就是他們 這是那個兩千 兩千 這就是今年 今年的五月份的 德納報紙簡報 中華民國貸款政權 來到台灣已經貸款了66年 到現在都還在 藉由任何的徵收 任何的勾結那些財團 然後來做 來做一下徵收 做一下那個驅趕 做一下我的那個罰款 像說他們要臨場 那個臨場的權利是他們的 他們就把他們趕走 這都不對 這都不行 這是我們的傳統領域 我們怎麼可以讓他們趕走 我們趕走 那我們就是要離開我們自己的家鄉 去到別人的文化領域去 那我們要去被人家強迫說 說別人的話 被人家強迫說 人家在過年 我們要去過人家的年 這個都不對 這都不行 中華我秀這個東西 要給大家看的狀況就是說 中華民國貸款政權 到現在66年了 到現在都還在侵略各族 除了阿美族以外 還有目前的希臘雅族 泰雅族 務農族 全部都被人家徵收 阿美族是最慘的 因為目前最多的 最多的好地方 就是在東部那邊 都在開發那個觀光產業 他們一大塊 我把剛剛那張圖畫出來 這一整塊的面積全部都是阿美族的 阿結果他分配給我們的一些保護區 就是這個地方 這些零零散散的地方 阿這一整塊的 那個好的地方 全部都被財團阿勾結那個政府 去做開發 那得到的利益是誰的 都是那些財團的 這個都不應該阿 到時候我們是建議說 整個這個所謂的那個保留區 要全部還回去給那個原祖民族 當初有半徵之後全部都要還回去 都還給我們原祖民族 這張喔 就在講說那個國家公園 對原祖民的態度 我必須要替原祖民講 我在原來的列區裡受列 為什麼違法 這是我們 這是侵犯到我們原祖民的文化傳統 在我們 我在我的部落裡擁有土地 在我的土地上耕種 然後種植農作 為什麼不行 這是侵犯我們的基本生活 然後我在這個地方 採集野菜為什麼不被延續 我們連採集野菜都不行 這也是影響到我們基本生活 然後以大魯閣 在達魯谷這個國家公園為例 採集玫瑰石都不行 那我們要靠什麼生活 我們也不能種植 我們也不能打獵 那我們連採集都不行 那我們原住民在這個地方 就算他分配一部分 一小部分的土地 那我們能夠在這個地方 能幹什麼 我希望大家好好的想這個問題 然後希望更多的人 過來支持台灣民政府 我們一起來跟美國 真正的台灣的佔領權責 是美國 我們一起來跟他要 要為這些土地 跟中華民國要 他是沒有 他沒有辦法給我們 他一直只是在侵略我們而已 下一張 台灣原民族 他的歷史事件 我要介紹這個歷史事件 曾經來台灣 我不希望用統治這兩個字 因為我不承認他的統治 曾經來台灣進出或管理的國家 我只能用這兩個 比較實目實的一點 我勉強能夠接受這兩個字眼 我不接受統治 因為我才是這個地方的主人 他憑什麼來統治我們 他們是外族人 西班牙 葡萄牙 荷蘭 中國還有日本 其中還有一小部分 是有一部分的區塊 是法國有來進出過 那個我們也不可以否認他 他們對待原民族的方式 就是用分化挑撥 分化我們 然後讓我們 互相之間 產生矛盾 互相攻擊自己 像那個州主是最明顯的 因為州主最兇悍 州主的話 他連他自己目前的狀況 他連他自己的本身三個 同一個州主 他的三個子主 全部他們的語言都已經不相通了 那昨天喔 有看 小弟有看那個 那個 那個 現在原市 現在原市他有在介紹說 那特復原那邊有在 那個 那個族群有在跟其他的兩個部落 做一些交流 為什麼要做交流 因為他們之前在打仗 之前他們在 在那個 松華民國在那個 在那個日本的統治之下 他們 都被分化 互相之間都會產生矛盾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那無名我們違反 不讓我們傳承我們的英雄故事 我們是有很多英雄的 那我等一下會舉例 那個 那個因為時間關係 我舉例幾個 那個讓大家知道 我們台灣的原住民是非常的厲害 而且是非常的 具有那個 那個作戰能力 而且是很好的 很有很有智慧頭腦的 再來就是 他驅趕我們原民族 強佔我們土地 讓我們的原民族沒有辦法扎根 把台灣的主人變成流民 把他們變成流民 把乞丐當妙公 這等一下我會舉例給大家看 剛剛在講的一個英雄固執 我就要 我不得不舉一個 南甲之盟 這南甲之盟 是那個 美國的一個商船 在那個 我們那個南排灣的外海那邊 擱淺 那個時代 1867年 那個時代 外海那個地方有很多的海盜 就是西班牙海盜 他們就是會 搶奪一些東西 會搶奪我們村子裡面的一些東西 所以他看到金髮人眼睛 他就會驅趕他們 甚至會殺掉他們 為了就是要保障我們自衛的行為 這是一個自衛的行為 後來他在傳言上案的時候 被南排灣誤為海盜 就把他殺掉了 殺掉之後美國政府 像台灣的清帝國 那時候是清朝的時候 清朝的時候 他是在這個地方進出 然後因為 他們 清朝政府 為了要推卸責任 他說訪僚到那個俄倫比 他不在版圖裡面 不是他的國土 所以現在中國說 我們台灣是他的國土 你認為是嗎 我覺得他不是 因為 他不承認這個 南排灣 南排灣這個地方 甚至說 阿美族剛剛得到傳統禮儀 那個地方更不用說 那整個東部 他們通通不承認 這是 這是第一個 那個 那個後來 這個事件我要講 當初 那個清帝國 他反對說 承認那個 南排灣是他的 管轄範圍之後 後來 美國就發動 那個海軍過來 攻打南排灣 他們帶的是現代化的武器 他們拿的是那個 毛射步槍的那個 一些火神槍那些武器 然後結果他們的海軍 開到我們的俄倫比外海 準備要攻打我們南排灣的時候 他發現他的敵人竟然是 拿著很傳統的武器 很原始的武器 就是長蟒 弓箭 還有石塊 這些武器的原屬民 美國這個國家很可愛喔 他用這個 那個 用這個文化 那個比較好的武器 去打這個 他們覺得很可恥 所以他們 就覺得這個不要打了 沒有必要打 後來他們的艦長 就 跑到那個 他的艦手來 想說看看他們長的什麼樣子 回去就 算了 就不打了 結果他拿了單桶望遠鏡出來之後 結果就 一看 一看看他們長什麼樣子 船就要開的比較近一點 南排灣那邊 就一個勇士 他就一箭就把他射中他的臉頰 沒有死 結果他們就撤退了 這個就是一個攻擊行為 已經受到攻擊了 我們南排灣已經抵抗 他已經發了一箭了 後來這個 這個就是 這就是南俠之盟 這是一個國際合約 這是美國第一次打敗這樣的合約 所以我們台灣的 原民族 是第一個打敗世界強國 美國的一個國家 我宣稱他為國家 因為他是一個族群 所以你說我們台灣人厲不厲害 第一個 這個是 這個我們都可以去那個 Google那邊 都可以去搜尋看看 這個南俠之盟 你們都可以搜尋這個關鍵字 去瞭解一下我們歷史 當然他這邊不敢寫的太明顯 因為他一直在壓制我們的話 不讓我們傳承這個故事 小弟因為知道有一些 有一些狀況 有一些奇勞 當初有做一些 那個鄉野調查 所以 我有來把這個故事 順便跟大家講 我們 不是他們講的 我們不是犯 我們不是他們講的 我們是不好的民族 我們甚至要講 我們是第一個擊敗美國的民族 那時候的排灣組 我這邊有做一下比較詳盡的介紹 就是當初的排灣組 有北排灣 南排灣 東排灣 中排灣 一共有四個 四個城邦 他們四個城邦是互相 都是 都是 沒有在來往的 所以他們都是自稱為 當初就已經自稱為國家 所以我們 那當初美國跟我們訂的那個南俠之盟 那個 那個紀念碑 目前在那個屏東的出火那個地方 在那個地方訂的 那個地方訂一個石碑 有一個紀念 有一個紀念碑 在那個地方 那個文件現在是存在 那個 也傳說是存在那個 那個 那個美國國會圖書館 還有那屏東的續海這個地方 小弟藉由這個南俠之盟 也讓大家看清楚 從清朝的時候 那些中國人就 那些知那人就沒有說過 我們台灣是他的完整的版圖 所以 他也現在要來說 我們台灣人就是他中國人 這個我們絕對不可以承認他 為什麼 因為他當初就否定我們 我們台灣人遇到災難的時候 他們就否定我們 還好人家 文明國家他們不願意打我們 不然的話 我們就整個被他消滅掉也有可能 一個國家 既然是一個國家的話 他必須要能夠保護他自己的人民 清朝你看他那個中國人 他們的想法就是 那個地方不要承認的話 就不用惹事 不用惹火上升 他們是這種想法 所以他不會保護我們 再來 就是同樣都是台灣 台灣 這個1871年的時候 1871年的時候 那個牡丹色事件 那個台灣族 因為那個也是一樣 那個當初在那個南俠之盟的時候 已經訂定國際合約 已經講好說 如果是船難上岸的那個海難者 那個不是要 不是要來搶劫我的土地 我的人民的 那個你就舉下紅旗 我就知道你是海難 我就會把你送到那個高雄那邊去 就把你安全送到那邊 然後後來又遇到那個日本人 日本人這個是那個琉球 琉球的那個漁民 他們也是一樣船難 然後沒有舉紅旗 然後又被殺了 又被殺了 那日本這一次也是 向那個滿清抗議 跟那個清朝抗議 那時候都還是清朝的時代 那 這個滿清大臣 有一個叫做毛廠西 他就說 聲番記我話外 法之與法 為貴國至才之 意思就是講說 這些聲番 這些排灣族的這些人 都不是我管的 你要不要打他 你們自己決定 他是號稱說 我們台灣是他的一部分的一個國家 他是講這種話 這是他們的 得一個大成的一個講法 後來才導致那個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 那個日本過來打的話 就打得很淒慘 那時候我們也是史上滿多 那是真的就 這是那個南甲之盟 那個詳細的一些時間 這是從那個 我們Google那邊 去搜尋關鍵字 大家都可以再去 對這個南甲之盟 去搜尋 都可以搜尋看看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 我們是真的是 第一個讓美國挫敗的一個地區 再來 從1895年馬關條約到 1915年西萊安事件 我必須要講 從那個馬關條約開始 那個清帝國 他把那個 我們台灣整個割讓給日本天皇 他的程序是 大清帝國的皇帝 割給日本的天皇 他是1895年發生的一個事件 就是馬關條約 之前他們講的交五戰爭 我們在日本方面 講的是下關條約 所以我們搜尋馬關條約 跟下關條約是同一個東西 從這個到西萊安事件 西萊安事件是我們台灣人 在1895年之後 那個受到日本統治之後 之後最後一次的抗日事件 這整整打了21年的時間 日本人跟我們台灣原民族 跟台灣的平埔族 跟台灣的那個 我們那個 那個一般的一些人 我們聯合起來 在全台灣 任何地方全部都有發生戰事 整整打了21年 我們台灣人用的武器就是 尖竹 或是笨蛋 就是扁蛋 那些東西的 就是很傳統的東西 那些農具 我們用農具跟他拼 他們用的是大砲 毒氣 那些東西 日本後來 在1915年之後 西萊安事件 那是漁情方事件之後 他們整個平定整個台灣之後 他們就覺得 日本這個民主也是很可愛 我現在都一直在講 別的民主很可愛 我們自己很可愛 他說我們台灣人真的是有夠厲害 拿著傳統武器 竟然有辦法跟那個 那個有文化的那個武器在對打 一打就是打了21年 他們日本人死傷多少 日本人花了多少軍費 花了多少人力在這個地方 你們台灣人真是勇敢 後來 日本人 日本政府 他就派了很多的青年男女 過來這邊跟我們通婚 今年年初的時候有一個 有一個 我不講他的名字 有一個官員 他說我們台灣原民主都是雜種 這是他們的講法 這是中國人的講法 我們才不是雜種 我們是優良品種 為什麼 因為日本人覺得你們夠優良 所以他們派很多的日本的青年男女 過來這邊跟我們通婚 第一個叫做 冤家變親家 不要再打仗了 那我們的孩子就互相交流 我們就當親家 不要當冤家 不要再打來打去 打了21年 他們日本人受夠了 我們台灣人太厲害了 台灣人的任性太強了 所以我必須要在這裡鄭重澄清 這個雜種兩個字 到時候我必須要讓他付出代價 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要必須要證明 這個是日本人覺得說 我們台灣民主非常優良 他們想要做 鄭重改良 所以才來派很多青年男女 來跟我們通婚 這個我必須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這是馬關條約的一些詳細內容 我這邊有做一下那個特殊的 有做紅字這個地方 這是讓大家看的地方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不好一一的介紹 馬關條約的一開始 這是整個全文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我們的網站 我們現在電腦 我們現在是科技時代 那電腦非常方便 打下關鍵字 都可以找到原始的一些東西 還有別人的想法 還有我們自己這邊的人的想法 或者是別的外國國家的人 對這個事件的看法 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大家盡量在科技時代 大家盡量利用網路 下去搜尋我們 還原我們的歷史 還原讓我們知道 這整個歷史真正的真相 馬關條約 很清清楚楚的第一次 從那個開頭的地方 就寫說是大清帝國皇帝陛下 跟大日本帝國皇帝陛下 定下的合約 不是日本政府 也不是清國政府 不是清朝的宰相 他只是被委託者 真正的主人是 大清帝國皇帝 跟大日本帝國的大皇帝陛下 這邊已經寫說 下列下開的地方之權 就是台灣 台灣這個地權 還有地上物 這些寫的是地上物 永遠讓於日本 這就是整個合約的精神所在 那個時間的關係 我有把那些 那些東西 放在樓下 大家有時間的話 可以下去拿 有電拿的話 盡量大家不要拿紙張 盡量我們做環保 盡量從那個網路上自己去擷取 這些是其他的細則 再我要再講到另外一個 我們台灣人 很厲害的一個 就是呂宋島戰役 就在維基百科這邊 那個我們看到一些資訊 呂宋島戰役 是在二次世界大戰 太平洋戰爭裡面 在菲律賓聯軍 登陸前的一些戰役 在消 這些我就不再介紹 重點就是說 當初的那個 聯軍的統帥 就是麥克阿瑟將軍 麥克阿瑟將軍 當初在那個 我們呂宋島的時候 他在克拉克基地 被高砂義勇軍 全數殲滅 他在那邊住房的 13萬5000名的士兵 被全數殲滅 所以美國在 那個太平洋 太平洋這個島鏈 他一共犧牲了四十幾萬人 光在 呂宋島這個地方 這是麥克阿瑟最恥辱的地方 誰讓他最恥辱 就是高砂義勇軍 如果沒有高砂義勇軍 日本人他們也打不贏這場戰爭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必須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 台灣人喔 這高砂義勇軍就是我們那個 各個原民組的一個聯軍 再來我就是 介紹一下那個 那個報紙啊 最近 那個 從那個 之前的故事啊 我有很多啦 然後時間關係 我不好一一的跟各位陳述 然後 就講最近的啦 最近的 然後最近更早之前 就2004年的6月16號 這邊有一個 高砂國的270多戶的那偽健事件 有沒有學員住在這個附近的 有的話舉手一下我看一下 沒有 沒有 沒有的話 那小弟就 就繼續講下去 我是希望有人能夠 陳述一下他的看法 這事件我要跟大家 大家講一下 2004年的那個 2004年是陳水扁第二任總統的那個競選那一年 他是5月20號就任第二任總統 在就任第二任總統之前啊 他在2003年的時候就開始運作說 要來 要希望這些我們大家的那個原住民 我們這個高砂國是全台灣以阿美族為主 然後那個有很多的那個原住民全部都有加入 幾乎每一組的原住民都有加入的一個組織 那陳水扁為了說要來拿選票 要來拿選票 所以他就白紙黑字 他在第一任總統的時候 白紙黑字跟我們簽署下夥伴條約 跟那個我們那個台灣各民族的那個 原住民簽下夥伴條約 條件是什麼 條件就是說 就是要大家去投他的票 大家都要支持陳水扁這個人 讓他順利當選第二任的總統 結果他順利當選啊 我們太高興了 他當選然後白紙黑字跟我們簽下夥伴條約 說可以讓我們自己建國 可以讓我們自己建國 結果他 6月16號的時候 在那6月中旬的時候 2004年6月中旬的時候 派出大量的重機械過來拆出我們的建築物 他當初的原住民就是要求說 編政府要履行競選的承諾 就是展開國與國之間的對等談判 在台灣的歷史之中 到底是誰竊佔誰的土地 我是希望大家好好的想一下 是誰竊佔誰的土地 他說我們竊佔國土 那到底是誰竊佔誰的 這是希望大家回去好好的可以想一想的 這是後續的啦 他拆完之後 這邊有寫啦 這是在報紙上寫啦 依法無法提供 依法無法提供 就是說沒有辦法提供 任何的補助啦 我們的原住民 270幾戶 我知道是273戶 去那邊住 然後被他拆掉之後 那些有老的有小的有孩子 通通都有 那些人也沒了房子 什麼都沒有的狀況之下 他連補助 連最基本的人權的一些補助 連那個糧食通通都沒有給我們 他說依法無法提供 這是要逼我們走就對了 這是要逼我們走 當初他們還有原住民的停扁後援會 在座可能有人之前有去參加過這個活動 我在這邊稍微也是跟大家講一下 當初的那個停扁後援會 就是白紙黑字說我們簽署了 那個條約之後 那我們高砂國 台灣的24組原住民都可以見過 後來他也是幫我們拆穩 然後我們拿出這個 跟他講 就把他燒掉 當面就把他焚燒掉 所以目前來講 很多的原住民到現在對這個事情 還耿耿於懷 對民進黨來講 對民進黨這個政黨來講 覺得他是沒有什麼信義的 當初2004年的時候 陳水扁他也是總統 然後他又升兼黨主席 然後也是來拆 白紙黑字也是沒有遵照合約 那我們的 我們這邊的態度 那個高砂原住民的態度 這邊有寫到 他有高金素媒也有進來 還有蔡豪啦 有一些立法委員 我們以為說那些立法委員 我們都靠得住咧 對不對 他們都會挺我們咧 對不對他不可能來拆我們 結果他還是拆了 這是最近的消息 最近又要選舉 明年又要選舉 當然我們這邊會去 阻止他去做這種事情 那個為什麼 什麼原因 等一下會跟大家 稍微介紹一下 最近的消息 原住民日就是8月1號 他們講的原住民日就是說 幫我們證明 用三包改成原住民的日子 他說我現在已經不叫你三包了 我已經叫你原住民了 這樣子 我已經給你證明了 所以這天是值得慶祝的日子 請問一下各位 這有值得慶祝嗎 覺得值得慶祝的人舉手一下 這絕對不值得慶祝 我們才是這個地方的主人 對不對 我們叫原住民不是叫原住民而已 這不值得慶祝 然後他重點來了 蔡英文承諾說 當選後 要向原民主道歉 當選後才要道歉喔 他現在是身為那個民進黨黨主席 他不跟你道歉 他雖然從那個 那個陳水扁的手中 接下黨主席的位子 他不承認說 陳水扁做的事情 跟他有關係 大家覺得 相不相信 這個大家回去想 我不希望用表決 我不要大家再舉手 讓大家好好的想這個問題 當初他 當初那高砂國 就已經騙過我們一次 然後這次是說 當選之後 我會跟你們道歉 那為什麼現在不道歉 為什麼現在不做補償 為什麼現在不做賠償 騙人的 就是騙人的 這邊有講 蔡英文承諾 2012年 民進黨若是重新執政之後 他會代表政府向過去執政者 對原住民施加的取入 道歉 這是我剛剛講的 之前更早之前 第二任總統競選 那個阿扁第二任總統之前 我們白紙黑字的那個夥伴條例就沒有效 為什麼沒有效 然後馬英九也常常說 他要畫那個什麼 那個傳統領域的那個 那個自治區給我們 那個位置我們不喜歡 因為那個地方已經被財團開發到 會發生土石流已經不適合在 我們的族群在這個地方 繼續延續下去 那為什麼 為什麼他 他已經答應說我們要 可以牽到別的比較好的土地去 為什麼 他都是空口說白話 馬英九這麼做 蔡英文也是這麼做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台澎地區 一直以來都是 美國 的軍事佔領地 美國藉由二次世界大戰 打贏日本 在這個地方進行轟炸 打贏日本之後 這地方一直以來都是 USMG 這是美國那個軍事政府的佔領地 中華民國怎麼來 大家有誰知道中華民國怎麼來的 舉手一下 不知道我介紹一下 中華民國來這邊很簡單 就是1945年的時候 日本投降的時候 美國麥克阿瑟他 用那個那個那個代管的名義 請那個中華民國過來這邊代管 因為可能那個打了陣 打了仗也打了蠻久的 交後的也蠻大的 然後他希望說 也有可能是經濟因素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因素 可能是這塊台灣的地區 之前有被中國統治過 那是不是說 中國來扶持台灣 做一個自治區 自治政府起來 美國的希望是說 過來代管 比較符合亞洲的那個方式 下去管理 不要把美國的文化帶到台灣 有可能是這種想法 這個我不知道他的想法 重點就是說 誰來打台灣 這個佔領地就是他的 台灣地區一直都是美國的佔領地 就算是本土台灣人 當上流亡政權的總統 白紙黑是簽下條約 流亡就是流亡 代管就是代管 流亡代管的ROC政權 沒有辦法替美國劃分領土級的自治區 那可能各位會問 那我們台灣民政府以後 要不要畫一個領土級的自治區給我們 我們當然是願意的 而且是這是很符合公道的 這本來就應該這麼做的 那只是 甚至說我可以講說 那2007年 2007年聯合國通過 國際原住民權力宣言之後 我們更應該來這麼做 那9月13號 我們就是我們那個國際聯合國 聯合國那邊通過的一個法案 我們有全世界有144個國家 認同這個法案都有簽署 那台灣是不是國家 台灣是不是國家 不是 所以他沒簽署 所以他到現在還在跟我們侵略 這個都不對啊 我們趕快把我們的那個 那個族群號召起來 我們趕快來制止這個行為 不要讓他們繼續再這樣子為所欲為 這是我的網友 他就一直在問 蔡英文當選之後他要道歉 那請問一下 DPP現在是 現任黨主席是誰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2004年拆毀高砂國代管政權 不就是DDP嗎 然後當 當年人道安置都沒有 道歉有用嗎 他把我們房子拆毀之後 孩子就丟在那個地方 讓他自生自滅 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父母 我們的一些年長者 就在那個地方發呆 就在那邊看著他 當老小妻兒流離失所 選舉的時候再道歉就可以了嗎 大家都知道他是為了選票而來的 再來齁 我一直在講民進黨也不太對 因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流浪政府的總統 他也不是只有民進黨待過 國民黨當更久 國民黨的態度是 對我們原民主的態度是什麼 他說把我們當人看 他還要教育我們 當時他的完整回答是說 你既然來到我的城市 就是我們的人 你既然來到台北就是台北人 我把你當人看 我把你當市民看 要好好的教育你 提供機會給你 我覺得應該這麼做 所以我覺得原民主的心態 要從那個地方調整 不是他要調整 是我們要調整 他是這麼講的 這是馬英九講的 再來齁 我要介紹 另外一個就是西州部落 這是國民黨 中華民國的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的一個狀況 這邊有寫 我只是把 因為時間關係 我把那個重點講一講 這個報導就是寫說 西州部落 北縣政府 北縣政府猜定了 因為去猜就對了 他一定要猜掉我們 這是馬英九的各個言論 因為我不喜歡他 所以我不想一直彈他 當他一支廣告也不太對 把你當人看 我教育你 你的基因沒問題 我給你機會 這個是在網站上都可以去搜尋 大家都可以去搜尋看看 回去的話 大家都可以知道一下這個狀況 再我要特別再介紹一下這個 莫拉克颱風 八八風災的時候 那是小弟的那個 媽媽那一邊的大滿族 他們小人村被滅村 我們有一些親戚 到現在還埋在裡面 不好意思 他說我們災民去那邊 你不是見到了嗎 對不對 你要見總統 你不是見到了嗎 見到他有什麼用 他把那個 那個要挖工程的一些土 就放在我們那個親戚的 那個村子的上面 然後八八風災雨水帶來的時候 那個水路 水路就引到那個 把水引到那個小人村裡面去 後來就發生了整個的那個崩山 這個是在工程判斷上 都很輕而易舉的去看 可是很多的那個 目前御用的一些學者 他們不敢這麼判 所以都說那個 那個不是這個問題 事實上就是這個問題 事實上就是這個問題 這是政策上所造成的 然後重點啊 他還有講到說 鄉下的狗不會看紅綠燈 這是他對我們的 南部的人 還有那個原民族的一些解釋 這是目前他們 在台灣66年的那個 執政的一個 一個流亡政權 對我們那個台灣原始的血脈 我們台灣真正的族人的看法 這是西州部落 那個部落 也是阿美族的部落 阿美族很可憐 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東半部的一個族群 然後在台灣被趕來趕去 四處流浪 流浪到台北市那邊有200個居民 然後他在那個地方落戶 他也不能不讓我們在那個地方落戶 我們沒地方去了 因為他給我們的保留區 我們通通不能開發 那我們就要往外發展 對不對 阿往外發展 結果我們連往外發展的機會都沒有 我們連要個地方都沒有 連要個地方都沒有 去住在那個西州那個地方 如果說那個地方積水的話 那地方也是很危險的 那我們為了要生存下去 只好去迫不得已說 我們那個離鄉背景 離開我們的文化區 去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華語區那邊 去跟人家融合 去接受中國的文化 去接受那個 那個其他的民主的文化 那結果 他還是不讓我們住 然後有人出來聲援 我要把這個台灣的英雄人物 洪 洪興國先生 也是要介紹給各位 他 他也是看不下去 然後他帶著人過來聲援我們 結果他被用妨礙公務 開庭 被開庭 上一張這個就是那個 那個其他的更 更多的一些解釋 因為時間關係我 那蝙蝠比較大 那個 有時間的話 那個我這邊的教材 我可以把這些教材寄給各位 大家慢慢看 這是三音部落的故事 一樣 我這邊要 我這邊要 我這邊要寫一下 我這邊要跟大家 大家 那共享就是說 有一個女孩子 在那個筆記本裡面 這是一個那個記者 過去採訪三音部落的時候 有一個那個原住民的女孩子 在他的筆記本上面 就寫下字 因為原住民有的比較不太會 不太會想去跟他們 去做溝通 因為大家都很傷心的 再去跟他講 我們會引起我們更傷心的 所以他就在直接 就在他的筆記本上面寫了 我們還能做什麼 怪手來了 這個 最後是誰也走不了 單一的力量 如何阻擋 如果只靠單一的力量如何阻擋 陪伴我們成長的家園 在無力的衝撞之後 家仍然要面對怪手無情的清除 衣服破了可以再補 房子倒了可以再蓋 但是新的傷永遠無法抹平 這個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台灣民政府 就是現在一直在號召 我們台灣各個24組的原住民 一直積極加入 就是不要再讓單一的族群去面對 中華民國代管政權 流亡代管政權這個怪獸 我們大家要努力的站起來 只要有一個部落 有一個區塊受到欺負 我們大家都要站起來 如果不站起來的話 下一個被欺負的就是我們 我希望把這句話 讓各位原住民的學員 回去的話 可以跟我們各組的朋友 好好的分享一下 這是過去啦 這是過去啦 這個是有一個那個演藝人員 他過去拍我們的 這是現在的 最近在拍的 這是過去拍的 我們一樣穿著傳統服飾 那現在的傳統服飾 沒有改變 唯一被改變的是誰 我們那個平地的那個原住民朋友 就平埔 以前我們講說是平埔族的朋友 他們已經很多都失去了他的圖騰 像我們大滿族也都失去圖騰 那我只好 那個藉由那個 那個有一個萬長老 那個希臺亞的萬長老 我就把這件衣服穿在身上 讓大家知道 我們其實大部分都是有平埔族血統 那當然我們那個 這個族群的部分 是我們那個高山 在那個原住民的部分 就是我們之前的那個 住在比較 海拔比較高的位置 他們還傳承 其實平埔族 我要講的就是說 平埔族其實比高山 那個我們那個原住民 那十四族原住民 還要不幸 因為我們已經 很多的文化都已經不見了 很多的 我小弟最近在號召的各個族群 很多的語言 連語言都不見了 現在 現在目前會講的 剩下可能剩八個 希臺亞可能還在 阿瑪卡道可能也還有部分的流傳 像那個 有些中部 像那個雷朗族 台北這個盆地的雷朗族 他們的文化都不見了 為什麼不見 越繁榮的地方 越容易被驅趕 不是被融合 是被驅趕 我們的族人跑去哪裡 真的不知道啦 工商社會 大家為了求一碗飯吃 大家都到都市裡面去做 後來就在那地方生根 都已經不見了 文化就是這樣子消失的 好 那我們的未來在哪裡 大家好好的想這個問題 現在我要介紹那個希臺亞的案子 那希臺亞的案子 是喔 希臺亞就是 我很簡單的介紹 希臺亞它是新化地區那邊 一個新化林場 它在日本時代 就被日本人化成是一個林場 那化成林場的日本人發現說 裡面有住 有那個 我們那個 原住民 原住民的話 反正他也沒有 妨礙到他的一些規劃 國土的規劃 那就 他們日本人也就拿了一些 一些東西 就是啊 你就幫我看好這些林場 你就住在這個地方沒關係 啊 當然沒有什麼地器 因為更早就是我們在 還沒有發明地器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住在這個地方了 世世代代就在新化這個地方 啊後來 那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那個中華民國流亡代管政府 他來接管之後 把那個 那個之前叫做那個 一個植物研究所 現在是改成那個中興大學 中興大學 那個當初的校長 就一直驅趕那個希臺亞 這個人我要鄭重介紹他 那個他姓蕭 那名字我就不想 蕭校長 他是第13屆的那個中興大學校長 啊 這是新任的啦 他是8月1號的時候就任的 新任的那個 理財德校長 是8月1號的時候就任的 這次序上有點弄錯 我這邊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他們要驅趕 中興大學他們要驅趕那個 西來亞族的 那西來亞族的 一直捍衛他們的土地 一直捍衛他們的土地 那去到法院的時候怎麼講呢 法院說很簡單啊 兩方都拿出地氣出來 中華民國他有 他有從那個日本人手上有拿出 有辦法拿到地氣嗎 大家覺得有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因為他也沒有地氣 那住在裡面的原住民他有地氣嗎 他是在發明地氣更早之前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也沒有地氣 所以他也沒有地氣 重點來了 那西來亞就去告 就去告說你要來侵略我們的地方 就去告 告完之後就是 那個他後來有去告那個聯合國 去聯合國那邊告中華民國 的園民會 包括他們本身的證明運動 因為他們到現在都還沒有承認說 希拉雅是 希拉雅族是平埔族的一族 他們是這麼認為的 最近那個7月21號的時候 整個案子被駁回 駁回的原因我在猜想 有可能是 他控告的對象不存在 為什麼不存在 因為聯合國裡面根本沒有一個叫做中華民國的組織 所以他們被駁回 有趣的一件事情來了 有趣的一件事情來了 7月21號被駁回之後的希拉雅族 他是敗訴 等於可以看成他是敗訴的狀況 結果他的校長已經下台 他的校長 那個校校長 第13任的校校長 他是 他是7月21號同樣那一天 那個控訴案被駁回之後 同樣那一天就下台 他贏了他還下台 那很奇怪的事情 然後新任的 校長叫做李財德 他是8月1號才上任 正常來講的話 新就任的校長他會 會銜接會交接嘛 對不對 他不可能說 從7月21號到8月1號 一共空了10天的時間 這個學校是沒有校長的狀態 所以我們可以預估的出來說 中興大學的13任校長 他下台是非常的倉促 他為什麼會很倉促 他告贏啊 對不對 希臺亞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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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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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萬長老他們去告贏他 為什麼他還下台 這是很有趣的現象 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那希臺亞案的主述者 他有來參加我們民政府的延訓 他延續回去的時候 他拿了我們USMG 就是那個美國軍事占領旗 還有美國國旗 美國國旗是那個那個 蔡教授那邊 我們那個蔡總理那邊送的 那個軍事占領旗 這個要買的 他去插在那個流亡政權要 原本要強制拆除的民宅 就這麼簡單 我只要不承認說我這個地方是你 我只要不承認你中華民國就好啦 我幹嘛管你要不要拆 你來拆拆看對不對 法院最近還判 還記得一封公文來說 8月28號他要來拆第一戶 他來試試看說我們那 8月28號的時候 我們那軍事占領旗有沒有拔走 如果拔走他們可以偷偷來拆 我是希望藉由這個機會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說我們各族如果有 有被中華民國要強制徵收土地 這種狀況的時候 歡迎你們跟我們大家一起分享 回到這個學會來跟小弟 或者跟原民大臣五大臣這邊 大家來分享 大家來共同來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只要把美國國企 把美國軍事占領旗 插在我們他們要插的地方 他們絕對不敢插 因為他插了這個有插國企的地方 等於是直接對美國宣戰 就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就可以保護自己 結果我們大家花了很多時間 所以我不得不抱怨 那個我們民政府成立的太慢了 66年我們才真正想說真正的路在哪裡 如果能夠更早出來的話 高砂國不會被拆 西州部落不會被拆 連去年大埔事件 那個大埔阿嬤還上吊自殺 這些通通都不會發生 我們不要因為說被人家侵略 我們就來自己就一直沉默下去 自己要我們自己要站起來 不可以一直沉默下去 不可以一直消沉下去 大家要警醒 大家必須要警醒 每一組都必須要警醒 如果有發現他們再來侵略的狀況的時候 歡迎跟我們這邊的人分享 我們大家一起來處理這個問題 大家說好不好 好 這些是案例分析啦 這些也是都是侵略的啦 不好意思 這一節課讓大家很沉默 讓大家看清楚 我們很多地方都被侵略 這是亞泥的 34年之前的故事 我就簡單的把它帶過來 就是那個亞泥 那就是一些財團勾結那個政府 又來侵略土地 不剩媒體 太多太多了 小弟在做這個資料的時候 做到自己都一直在流眼淚 因為自己本身也是有那個圓民的血統 不好意思 這是馬都武 馬都武是被統一財團 變成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遊樂區 很好的遊樂區 所以被他們強制徵收土地 占走了 那我們 得到什麼嗎 什麼都沒有 剩下沿路的垃圾 走到哪裡 丟到哪裡的垃圾 因為中華民國代管政權 在台灣這塊土地 帶領了66年 也沒有把整個文化帶好 也沒有讓大家的功德心 大家的那個功德心提升 那個遊客走到哪裡都丟到哪裡 這個是非常的要不得的 他們只把垃圾帶到我們的部落去 沒有把利益帶回去給我們 讓大家好好的看一下 這是大甲溪流域上 這些是那個 因為那個水庫 那個陷建的水源保護區的 一些侵略 把我們從那個傳統領域趕走 日本時代我們住在那裡 好好的也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結果變成他的時候 他一直要趕我們走 這是溫泉 泰安鄉那邊有很多 五山溫泉嘛對不對 五山溫泉那地方 也是都一直在徵收 好處都被他們拿走了 我們留下的都是沿路的垃圾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美國的那個 我們在那個 7月23號的時候 升級的時候 同步在那個 這個是五大城他們寄過來 應該是在阿美祖部落那邊 他們 那個大家都把這個旗子升上來 小弟也很希望說 那個我們各個代表 各個這次有來參訓的原民代表 把我們各個學員回去的話 把我們的美國國旗 還有那個軍事佔領旗 把它放到你們的樓上去 如果他要來徵收土地 我們我們必須要向那個 那個美國宣告說 這塊土地是美國的 的責任啊 說實在叫責任啊 也不是他們家 可是你升起來 你就是要保護這隻旗子的責任 因為事實上也是這樣 代管 代管者一直一直 代管者 代管的中華民國政府 他一直在侵略我們 一直在做壞事 在破壞我們 那我們把這一塊真正的 那個軍事佔領旗 升上去 才能夠保護我們自己 這個是那個簡單的一個介紹 在小弟啊 這邊要很簡單的 那個手上有 大家有 有一份那個資料 我必須要讓大家知道 什麼叫做流亡政府 最近都在講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 那流亡政府的定義是什麼 我這邊有印給大家 那個手上有印給大家 其實世界上流亡政府 我們看那個第二頁 第二頁就是我們那個 流亡政府的一個定義 小弟去搜尋的 他這邊寫得很清楚 那個我就不要一一介紹 我希望用更多的時間 可以跟大家做交流 流亡政府有很多啦 中華民國也算流亡政府 他是被罷錯的政府 他被推翻是被政變的政府 中華民國也是 這是在我們Google那邊搜尋的 因為很多的我們那領長的一些前輩 他可能不太會用那個電腦 所以我把這個資料印出來給大家 俄羅斯這個也是一個流亡政權 緬甸聯邦國家聯合政府 這也是被罷錯的那個被政變成功的一個政府 伊索皮亞的亡國議會 這也是流亡政府 為什麼叫流亡政府 很多啦 我們現在有看很多伊朗的君主制 遼國玫瑰島這些通通都是 甚至還有最後 甚至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我就不再介紹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希望留一些時間跟大家做一下交流 流亡政權 他的一個特性 就是他沒有在自己的國家了 他已經跑到別人的土地去了 那中華民國來台灣 他算不算是流亡 因為中華民國不是他的土地 所以他來這邊就是流亡 民國 他當初講的民國34年 就是1945年的時候 1945年的時候 麥克阿瑟第一號普通命令 請他來代管台灣 然後協助台灣人建立那個民民政府 民民政府 結果他什麼都做不到 什麼都做不到的狀況之下 到了四年後 1949年的時候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政變成功 他自己南京政權都已經沒有了 已經跑到台灣來了 所以他跑到別人的土地上 叫做流亡 所以小弟 你們看的這些資料 這些通通都已經沒有在他們原本的土地上 沒有在原本的土地上 可不可以在那個地方 建立政權 不行 我這裡有另外一個網友 他這邊有寫 美國藉由戰爭占領日本 琉球 菲律賓巴丹群島 近代的波安戰爭 他經由戰爭手段幫科威特 把那個侵略的伊拉克趕走之後 短暫的佔領之後 也是還給他們 那個自治權 第二次的波安戰爭 他是直接攻打伊拉克 把海山拉出來 最近還有一個佔領阿富汗的 一個軍事佔領的一個動作 他有問到 有沒有對佔領地區強行徵收土地 沒有 當初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去佔領的 美國去佔領的日本之後 有沒有把日本變成美國 沒有 那為什麼中華民國可以 大家好好的想一想 這張 大家回去好好的想一想 也可以問問你們的一些族人 一些雲族的朋友 然後我們年輕的朋友 可以跟你們同學分享一下 有沒有對佔領地區徵兵 我很簡單的講 強徵土地徵兵 除了關稅之外 不可以徵收其他的稅金 當然他關稅領域 他的出口的關稅 那是必須要收的 那是他們的權利沒有錯 可是除了關稅以外 營業稅啦 娛樂稅那些 通通都不能徵收 有沒有改變效忠對象 有沒有把 都有沒有忽然間 拿起身份證來 上面就看著 拉拉拉的 中華民國身份證 我們根本就不是身份證 小弟的阿公他還是日本人 日本人他怎麼會生出 中華民國的孩子 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這是很奇怪一件事情 然後有沒有把佔領地區 改為美國的一周 進行領土擴張 沒有 在有沒有強制拆除民社 有沒有侵略 在那個傳統領域 那個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有沒有進行護航式的選舉 來騙取那個投票率 有沒有來騙投票率 他們拚的其實不是誰當選 因為誰當選都是流氧政權 他們只是在騙那個投票率 因為投票率只要足夠的話 只要高於50% 表示這一塊土地的50%的那個公民 都同意讓他繼續管理 那我們只要不投票就不需要讓他管理了嘛 知道為什麼嗎 就這麼簡單 我們家裡面不要插中華民國國旗 我們改插美國的國旗 我們就不需要接受他的管理了 大家同不同意這樣做 再簡單的 這邊大家都可以自己看 我這邊簡單的跟大家陳述一下說 現在的本土台灣人 你在選哪一國的總統 你在選哪一國的總統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的 歡迎發文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那個 那個 這節課就要講到這裡 歡迎大家會後的話 可以跟小弟多多分享你們的故事 因為要我去介紹24組的故事實在是 很艱辛的一個象徵 因為我最多只知道大滿族的一些故事 可是大滿族被滅了 我這個很沉痛啊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被侵略 希望大家不要再被侵略 謝謝大家 起立 立正 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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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